那么眼下呢,北京香山的红叶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 那上周末两天,香山公园就迎来了赏红游客接近20万人 有网友就调侃说啊,有句话叫做人比黄花兽 这两天的香山是人比红叶多 车辆大拥堵不说,上一个厕所都要排十几米的长龙 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据北京交管部门的监控显示 从26号上午的8点开始 香山周边11个停车场的2000多个车位就已经全部满园 有游客就反映说,堵车高峰,两个多小时才开出了几公里 各有网友笑称,周末的香山游客还要比红叶多了 观景人多,车多,大家可以错峰 但解决那一集却等不得 两天超过20万人齐聚香山 车辆大拥堵不说,厕所也排起了十米的长队 年轻人等等无所谓,年纪大的往往等不了 怎么办呢,唯有占领南厕所了 有网友调侃称,卖出旅游人挤人不要紧 但急出内伤就真的是伤不起了